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日本东京与田基厂一架日本航空A350型客机2号傍晚 在降落滑行时 疑似是与日本海上保安厅MA722固定翼飞机发生了擦撞起火 现场火势凶猛 而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固定翼飞机上有至少两人死亡 那么报道转述了海上保安本部的话表示 这架飞机是为了能登半岛地震灾区运送物资 正要前往的是星系基地 有日本媒体拍摄到了飞机起火的全过程 而透过画面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飞机在落地滑行期间突然间的爆发出了一团火球 随着飞机的滑行分成了两团火球 有机舱内部的乘客当时拍摄的画面就显示 机舱内充满着浓烟 也有乘客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当时以为自己会因此没命 而根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消息 这架飞机可能是在准备降落的时候 与跑道上正在准备起飞的海上保安厅 MA722固定翼飞机发生了擦撞 相关人士表示 起火飞机是从北海道新千岁机程起飞 而机上367名乘客及12名机组人员 是全数的逃离 而至于固定翼飞机上的6人 则是全部寻货 日本航空正在表示 还在评估损失的程度 而目前机场则是已经关闭 我们看到了日本航空一架飞机 在东京与田机场跑道起火 火势仍然在持续燃烧 我们来看看现场目前的最新情况 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的是 设施的是日本航空A350型客机 它是在2号傍晚降落滑行的时候 疑似于日本的海上保安厅 MA722固定翼飞机发生擦撞起火 那么当时飞机落地滑行期间 是先爆出了一团火球 那么随着飞机的滑行 又分成了两团火球 而且当时火势可以说是相当的凶猛 那么熊熊的火焰基本上都把整个飞机给吞没 而且不断地冒出浓烟 那么最后是派出了几十辆的消防车 前往进行喷水灌救 所以目前您可以看到画面当中 是已经被灌救之后的一个结果 目前只剩下这个浓烟是比较明显的 而火势方面是逐步的降低 那么根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消息指 这架飞机可能是在准备降落的时候 于跑道上正在准备起飞的海上保安厅 MA722固定翼飞机发生擦撞 相关人士表示 起火飞机当时是从北海道新千岁机场起飞 而机上的367名乘客是全数逃出 至于固定翼飞机上的6人 有1人获救 剩余的5名呢 那么尚在搜寻当中 生死不明 而日本航空表示 还在评估损失的程度 那么目前最新的消息是 机场都已经关闭 而搜救的过程仍在持续进行中 而关于这一起发生在日本东京雨天机场 日本航班的班机降落时 所发生的起火意外 那么虽然说 目前机上的379人都已经全数安全撤离 但是呢 最新的状况 那么接下又会有如何后续的一些进展 我们立刻连线给主日本记者李淼 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 李淼你好 李淼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目前有关于客机起火 还有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 雨天机场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安排呢 好的 亚倩 根据我们刚刚了解到机型的消息呢 这次日本航空公司呢 和它相撞的是海上保安厅的一架飞机 这个海上保安厅的飞机呢 是MF-22固定翼飞机上面的 一共是有六个人 这六个人当中呢 有一名机长是已经逃生 但是呢 有可能受伤 不过刚才最新的消息说呢 六个人当中有两人确认已经死亡 然后机长呢 目前是重伤的状态 另外呢 还有三个人目前下落不明 另外日本航空公司上面的飞机呢 一共是有360天秘乘客 12名机组人员 一共379人都已经安全逃生和撤离 我们看到在雨天机场 现场的飞机的实时画面 就显示目前呢 是有非常多的消防车呢 还是在现场进行消防灭火 不过呢 现场的火势已经看不到了 都是很大的水柱 白色的水柱 还有白色的浓烟滚滚 目前的飞机啊 看似是已经被灭火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日本首相安田文士 已经指示各方呢 马上就尽力的去掌控信息 另外安田已经是在 今天下午中间时间的18点过后呢 是要求各个部门呢 紧密合作 然后要全力的救助 目前在机上的人员 另外呢 向国民提供信息 在首相关顶呢 成立了一个危机管理中心的 情报领路办公室 那么雨天机场 所有的飞行跑道 现在都已经封闭了 我们的了解呢 这次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呢 是空客A350型 那么它是从北海道的 新千岁机场起飞 然后呢 飞往雨田的这样的一个飞机 是在中间时间的5点50分的时候呢 着陆 但是呢 之后也通报说 看到着火 那么着火呢 当时火是非常非常的凶猛 一切是这样的一个景象啊 到目前为止呢 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而且这次呢 是日本航空的飞机 所以目前各界呢 还不知道 也没有办法去推测 这个飞机失事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会着火 为什么会相撞 但是呢 随着今后调查的进一步明确 相信就会明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是海上保安厅方面的 这个飞机上的5个人 6个人当中啊 是有2个人死亡 另外还有3个人下落不明 一名机长 目前是重伤的状态 以上就是我们现在了解到 如今情况 再见 好的 谢谢林渺 带给我们来自现场的观察和报道 而为了因应东京雨田机场的飞机事故 香港机管局表示 香港国际机场2号 最少有5班 往返雨田机场的航班会受到影响 所以呼吁 今明两日有关行程的旅客 要必先留意航空公司的最新公布 并且确认航班是否有起飞 才出发前往到香港国际机场 另外是关于日本 石川县能登半岛 1号下午所发生的7.6级强震 已经造成了石川县各地 至少有48人死亡 在2号上午 日本气象厅解除地震后的 全部海啸预警 而日本内阁官方长官 林芳正当天表示 震后石川县 新信息都已经设立了近千个避难所 撤离5万多名的民众 再有日本民众发布了地震发生时的场景 视频显示 拍摄者在富山县一处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 地震突然发生 汽车发生剧烈晃动 路面上的其他汽车 路灯 电线杆都出现摇摆 有在石川县金泽市 大野凑神社参观的游客 在地震发生时 猝不及防摔倒在地 景区内建筑摇晃不止 不时有碎片掉落 引发恐慌人群 震震尖叫 而在石川县诸州市的金泽大学停车场 就有人用椅子和杂物拼出SOS的求救字样 日本气象厅官员在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石川县7.6级强震发生以后 这一地区共监测到100多次余震 官员还警告说 根据过往经验 一周之内当地仍有10%到20%的几率 发生类似规模的强震 呼吁民众保持警惕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方正 在2号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已经指示要全力抢救被困民众 林方正并公布 截至当天上午11时 灾区有100多人正在等候救援 石川县和新西县共设立近千个避难点 撤离民众5万多人 当天上午 岸田文雄在首相官邸 召开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 岸田表示 地震给灾区造成大范围的破坏 包括道路中断 山体滑坡和火灾 他形容救援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 已经有1000名自卫队成员抵达灾区 另有约2700名救灾和消防人员 在镇区展开行动 由于地震造成多处裂缝 石川县能登机场将封锁机场至4号 机场有包括旅客和当地居民在内的 500人处于孤立状态 2号早上 石川县仍有约3.3万户家庭断电 而能登半岛北部 大部分地区都没有恢复供水 截至凌晨5时 鲜溪县 富山县 石川县 共19处医疗机构处于停电断水状态 不过受强阵影响的部分停运的 上月新干线与北陆新干线 都已恢复全线运行 另外 日本宫内厅宣布 取消原定于2号举行的 由日本天皇及皇后出席的 新年民众朝贺 凤凰卫视工作报道 日本石川县发生 李氏7.6级强阵 凤凰卫视特派记者 抵达了列度7的制河丁 而当地余阵不断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还遭遇到了列度5的余阵 我们就来看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我现在所害的地方 就是这次石川县地震 李氏7.6级地震的震中 这里是震度 列度达到了7的制河丁 大家能看到这个路面 随处可见这样的路面 就是发生很大的断裂 而且道路的中间 是很多地方都腾起 所以在很多道路 包括高速公路在内 目前都是禁止通行 我们今天从石川县的南部 赶到这里制河丁 中间费了很多周折 因为很多道路都是不通的 大家在往前看 随处都可见这种倒塌的房屋 这个房屋它是木制的 能看出来 但是它全部都塌在地上 而且现在里面的居民 看似已经去避难了 这个房子我们现在根本看不出来 它是几层的建筑 在后面还有很多同样的房屋 所以这一带 很多老式的建筑 都在这次列度7的地震当中 倒塌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 这个制河丁到今天早晨 是有2000多名居民 目前在避难 有确认是一人死亡 然后十几个人受伤 包括重伤和轻伤者 这个制河丁 现在是全部都是断水的状态 今天再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路上 有很多自卫队的军车 他们已经开始向居民提供 饮用水了 因为现在是断水 完全是没有水的 然后现在天马上就要黑了 据说明天 石川线可能会下雨 本来这个道路 目前是处于中断的状态 所以自卫队进来 是很困难的 就像今天我们进来的时候 也是费了很多周折 然后因为自卫队的物资 还有包括各地的 居民物资 进来都非常的困难 所以当地就很多居民说 他们的居民物资 目前是并不到位 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 及时的领到救援物资 不过日本政府 现在已经在全力的救灾了 但这次石川线的 能登半岛的地震 是非常大的一次 非常强的一次地震 目前已经造成30人死亡 而且很多地方还发生火灾 很多建筑物 像我身后的建筑物 倒塌的状态 所以接下来会怎样的去救灾 还有复兴呢 很多居民就告诉我们说 他们觉得目前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 另外就是 余震呢 还是不断的 我们今天呢 赶到石川线之后啊 就是路上也是经历了几次 地震紧急快报 刚才的居民对我们说 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也是发生了好几次 非常强烈的余震 所以气象厅就警告说呢 特别是在 大地震发生之后的 两三天以内啊 很有可能会发生 非常剧烈的余震 所以还是提醒居民 要保持警惕 现在呢 海啸警报都已经解除了 以上就是 富豪卫视林淼 赛琳正盛 大慈大见 来自日本石川线 地震灾区的报道 欢迎回来 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一号 同美国总统拜登 互质贺信 祝贺两国建交45周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号 就中美建交45周年 发表谈话 发言人表示 2024年是中美建立 外交关系45周年 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史 和国际关系史上的大事件 45年来 中美关系历经风雨 迪力前行 两国双边贸易额 从1979年不足25亿美元 到2022年近7600亿美元 双向投资 从近乎为零 到2600多亿美元 中美还在诸多国际地区热点 和全球性问题上 开展了有益的合作 历史证明 中美关系的发展 不仅增进了 两国人民的福祉 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 稳定和发展 中国对美政策 是一贯的 明确的就是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这是从中美关系历程中 提炼出的经验 也是中美两个大国的 正确相处之道 符合时代发展潮流 和两国共同利益 中方致力于构建 稳定健康 可持续的中美关系 习近平主席 同拜登总统 在旧金山会晤 在政治外交 经贸金融 人文交流 全球治理 军事安全等领域 达成了二十多项 共识和成果 开辟了面向未来的 旧金山愿景 为中美关系发展 指明了方向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 认真落实 中美元首 旧金山会晤 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成果 共同树立正确认知 共同有效管控分歧 共同推进互利合作 共同承担大国责任 共同促进 人文交流 推动两国关系 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造福两国汇集世界 凤凰卫视总和报道 中国在元旦假期期间 全国国内旅游 出游1.35亿人次 按年增长超过1.5倍 并且超越了 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 而根据不同平台数据显示 消费市场也表现火热 2024年第一个小长假收官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 发布的数据显示 元旦假期三天 全国国内旅游 出游1.35亿人次 按年增长超过1.5倍 按可比口径 较2019年同期增长9.4%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797.3亿元 按年增长约两倍 较2019年同期增长5.6% 今年元旦城乡 居民出游一员强烈 其中冰雪旅游热度 持续攀升 数据显示 预定量较去年增长1.26倍 哈尔滨 长春 乌鲁木齐 张家口等 是冰雪游热门目的地 根据旅游平台协商的数据 国内跨年旅游订单量 按年增长1.68倍 出境游订单量 按年更增长3.88倍 在旅游消费方面 游客了人均花销 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除了旅游市场火热 电影院和商场也人头传动 截至1号晚上 全国电影市场元旦党 新片票房突破15亿元 截日期间 上海全市线下消费支付金额 超过255亿元 按年增长近四成 将2019年增长11.7% 美团发布的元旦假期消费数据 则显示 上海 北京 成都 深圳和广州的 消费规模位居全国前五 全国唐石线上交易额 按年增长超过2.3倍 其中异地消费者贡献的 唐石交易额增长超过3.1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元旦假期期间 广东全省接待旅客 超过1400万人次 旅游收入较2019年增长12% 其中广州和深圳的消费规模 位居内地城市前五 在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 广东旅游市场实现 人气和收入的双增长 根据初步测算 三天的假期 全省接待游客 达到1447.9万人次 较2019年增长8.5% 旅游收入有89亿元 同比增长99.1% 其中广州 深圳表现亮眼 收入较去年都增长超过一倍 在港车北上便利措施下 22条以温泉康养 年熟文化 节庆活动为重点的自驾游线路 受到不少香港游客追捧 在零售消费上 轰趴 围炉煮茶 音乐攒演等休闲玩乐订单量 大幅增长 广州深圳消费规模 位居全国前五 其中深圳的一日游游客 餐饮及购物花费 占比超过七成 星期酒店平均入住率达到61% 创下历史新高 自2023年12月到2024年1月 广东在全省21个地市 同步发放3亿元的消费券 各地在春节档期的 促消费活动也正筹备中 凤凰卫视 陈文席雨丹 深圳报道 今年东北这波旅游热潮里 不少的游客感受到了 哈尔滨人十足的热情 甚至有本地人调侃 哈尔滨你让我感到陌生 南方小土豆这一称呼也随之出圈 而东北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南方游客 继续就来看看我们的记者 在哈尔滨的采访报道 人穿浅色羽绒服 头戴可爱帽子 看见雪就会发出惊叹的声音 当具备以上几个特征 你将有可能被识别为南方小土豆 在中央大街上的俄罗斯商店 小吃摊位 马迪尔冷饮厅 南方游客们顶着小土豆的爱称 攻陷多个景点 第一次来东北就觉得 这种冰雪文化特别的吸引人 还有一次打车的时候 朋友那个大哥就说 你们都是马铃薯公主 是小金豆 然后就觉得很可爱 很热情 出租车司机严师傅 入行已经30年 他说这个冬天 南方人对于冰雪的热爱 已经超出他的想象 今年是能算一个顶风 那是 它是超顶 这些年从小到大 也没见过这么多人 有个称呼叫南方小土豆 看到这个没有 看到了 特别可爱 这帮美女戴美美的毛绒帽子 特别可爱 对于南方小土豆的到来 哈尔滨人使出了浑身解数 把压箱底的好东西都拿出来 机场专门新设了更衣室 免费接送南方游客 就连洞里也要精致摆盘 在中央大街上 仁卓每天也和同事们一起 免费给游客送上爱心姜汤 味道怎么样 鲜甜 还有点 辣辣辣的 酱汁 给外地的这些客人们 献一些爱心 让他们来到我们哈尔滨 玩得更好一些 都希望家乡的旅游业 更好 更发展的 更好一些 关于东北人和南方小土豆的故事 也在社交平台热榜上挂了几天 累积了上亿的播放量 黑龙江方面在致谢信中 感谢海内外游客 您的传扬把咱们都整不会了 内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哈尔滨旅游订单量 同比增长158% 原在哈尔滨的异地客群 占比75% 一大帮热情的南方小土豆们 捂热了哈尔滨的这个冬天 也让这座淡出公众视线多年的冰城 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而在东北人眼中 哈尔滨爆火的意义 已经不止于是旅游振兴 更蕴含着他们 对于东北重新崛起的期待 凤凰卫视周嘉信中明亮 哈尔滨报道 原代假期结束 多份数据显示 中国国内旅游消费双双十线 开门红 为这个冬天可以说是 替2024送上了一个火热的首秀 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特别邀请到的是 国家高端智库CDI研究员 宋丁先生为我们进一步的分析与点评 宋先生您好 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的 第一个小长假收官 而中国国内出有远次暴涨 甚至还一举超越了 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 这到底说明了些什么 当前中国旅游经济 又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呢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原代的这个小长假的这种暴涨 我觉得应该是在我预料之中的 因为如果假定没有三年的疫情的话 它现在增长速度都不止于这个数字 那三年疫情把整个的这样一个旅游的增长速度给卡住了 那么经过三年的这个过程之后 去年一年的话应该是一个铺垫期 因为去年我们看就上升的动力就很强了 这个就特别人流量这个数字上得很快 那么经过这这样一年的铺垫之后 到今年的这个元代和七个小长假 我们看这应该是全面爆发的一个态势 所以说它超过19年就是一个事所必然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大的走势是应该是这样定位的 是 我们另外也观察到这一次 元代消费市场也是奋起时追 实现了开门红 那么2024年中国消费市场 能否站在新的起点上持续向好 另外应该如何刺激消费活力 以拉动整体的经济呢 我觉得从今年的这个开年的这个走势 应该说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可以预测今年的全年的旅游 应该处在一个这样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 持续增长的一个大的通道里面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现在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在于说 可能需要根据去年的经验来看 应该说在这个人流量的这个 这个趋猛增长基础上 应该着力再提高这个旅游的品质质量 提高旅游消费的这个能力 而且形成旅游的消费升级 而不是旅游降级的这个通道场 我觉得无论政府还是企业 还是这个市场层面 应该多发力多关注 这总的来讲就是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好的技术上 今年需要在各个方面来去做 很多的具体的踏实的扎扎实实工作 使得这样一个良好的势头 能够在今年一直持续的保留下去 到不仅在人流量上 而且需要在旅游的收入上 在旅游的消费的产品的这个多样化改造上 在整个产业的评委运行和良性增长上 都表现出来 好 当然大家都希望能够持续向好 那么另外想问就是关于 在去年我们知道的夏天是有自博烧烤火出了圈 而今年冬天呢 这东北冰雪油呢 也是成了顶流 像是南方小土豆等等呢 这些新鲜出炉的用语都冲上了热搜 这样的火爆是反映出了怎么样的一个社会情绪 以及呢冰雪的地方很多 为什么特别是哈尔滨 又有什么可以值得其他城市来借鉴的呢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哈尔滨的冰雪街 应该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吧 一方面呢就是去年冬奥会 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互点 因为我们知道冬奥会 对于中国的旅游业 冬季旅游的冰雪旅游的影响 它按照这个专业的估计的话 也能达到三亿的这样客流量的吸引力 所以这个冰雪的这个冬奥会 是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的 那当然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哈尔滨多年举办冰雪街 已经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所以它今年在季度上的话 今年又做了更大的改进 又很多的创新 比如它滑到14天滑到 这个就已经吸引了 非常的愿意等几个小时来滑那一下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些个重要的推动力 当然我认为也取决于 整个中国旅游市场的 整个提升化 怎么讲呢 就是东北差异 比如说夏天 可能很多这个 南方人到北方去的这个 避暑 但是到冬天的话呢 南方人又到北方去 来体验这种寒冷冰雪 这都是差异化的旅游表现 因为老百姓的一种说法叫 从我活泥的地方到别人活泥的地方去旅游 其实就是一个旅游升级的表现 是差异化的表现 是追求和别人不一样的感受 这是体验旅游 旅游升级的一个重要表现 所以在这点上 我认为中国旅游 从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案例 就能看得出来 中国旅游是在这 像更高的高质量 高品质 差异化 特色化 来方向发展的 那么这个也给了我们非常好的 加上去年我们所看到的 无论是自博烧烤也好 还是很多其他地方的一些特殊表现也好 应该说是巨大的创新能力 积累于民间 积累于各个城市 积累于各地 那么这样的市场化的推动 就使得我们的文旅 建立在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上 所以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的话 加上今年的 如果我们整体的经济形势 在足够的稳健的好转的话 我认为今年整体的旅游 会一定上一个很高的台阶 当然也希望旅游方面能够越来越好 非常感谢宋文生为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而下节目还有更多消息 一会见 欢迎回来 根据龚北海关所公布的数据显示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海关 在2023年累计厌放通关的客车 是有268万架次 较疫情之前2019年增长了2.45倍 在2023年通关的268万辆客车之中 港澳单排车近140万架次 占比超过一半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也就是2023年12月30号和31号 通关的港澳单排车超过1.7万辆 占通关客车总量近七成 澳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 已经一周年 国美海关表示 经大桥口岸通关的澳门单排车 在2023年1月仅有7000辆 到12月已经超过12万辆 港车北上方面 通关的香港单排车 在12月是9.5万辆 较去年7月首次实施时 增长近13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跨年椰花会也结束之后 有大批内地的旅客返回深圳时受阻 滞留于港铁站和跨境巴士站等地方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 未来如果再有大新活动 会先召开政府高层会议 统筹过关交通安排 并且与内地部门商讨 延长铁路口岸服务的时间 就举行相关大型活动的日子 我们可不可以延长一些铁路口岸的开放时间 同时是相应加强两地的铁路服务 因为我们觉得集体运输系统是最有效 疏度旅客的一个交通工具 另一方面我们会再与内地商讨 增加24次通关口岸的数目 第三我们会研究 如何优化那些有关于 我们的交通的安排 方便我们跨境巴士的流转 对于云代凌晨椰花会演之后 旅客难以返回深圳的情况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解释 当天凌晨只能够通过黄岗口岸返回深圳 虽然说当局已经尽力了 输挡人流和车流 并且要求跨境巴士 营办商要加密班次 但由于出境的人数以及车辆太多 导致路面拥堵也影响了跨境巴士通行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 雷师兄表示 当局会研究在口岸前面的位置 安排专门车道让跨境巴士使用 月高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 一起来指导大湾区 并且将写造了这些家庭 优优独播剧场——左右 匠 구독公 彊底输 除奥状 rag与钦 电生 偶regist 血 袋 当时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周围表示 泰国将自今年3月1号起 对中国公民实施永久免签政策 赛塔称这一措施 不仅将对泰国旅游业 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同时也体现出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提升 而中国外交部表示 双方正就具体事宜密切沟通 中泰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 互免签证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目前双方主管部门正就具体事宜密切沟通 我们期待有关安排早日落地生效 泰国作为东南亚第二大经济体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旅游业 政府数据显示 2023年泰国借贷外国游客2800万人次 创收1.2万亿泰铢 约合349亿美元 中国赴泰国旅游人数达到350万 成为泰国第二大客源市场 仅次于马来西亚 2023年9月25号 泰国面向中国游客实施阶段性免签政策 政策将持续到2024年2月29号 为期五个月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 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 在香港许审 控方宣读开案陈词 指黎智英为三项控罪的主导 而黎智英否认了全部控罪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 在香港续审 押送黎智英的囚车 早上驶入西九龙裁判法院 法院外由警员戒备 并带同警犬巡逻 控方在开案陈词时 宣读三项控罪 包括两项串谋勾结外国 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以及一项与苹果日报 三间相关公司串谋刊印 及复制生动刊物 黎智英开始答辩 现场否认所有控罪 控方案情续指 黎智英是三项控罪的主导 并将有五位重犯证人做证供 控方指出 黎智英利用苹果日报 和网络平台发布煽动文章 涉案的161篇文章中 共有31篇 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发布 当中还包括要求美国 对香港官员进行制裁等内容 在开案陈词中 控方也展示多张 黎智英到访美国会见政要 寻求制裁的照片和网上言论截图做证明 并指出黎智英曾在接受美国保卫 民主基金会访问时宣称 为美国二战 假借争取民主自由之名 多次要求外国对华制裁 本案自去年12月18日已经开审 辩方曾提出 黎智英等被告所设的煽动罪名 律政司的提控超出6个月实现 而法庭最后接纳控方说法 裁定法庭有权审理此案 本次开案陈词前 辩方又再次申请修改控罪内容 缩短检控范围 三名法官休庭考虑后表示 控方控罪范围正确妥当 拒绝辩方修改控罪内容 凤凰卫视王宇婷香港报道 2024年第一个交易日 互生A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 不止全天维持弱势震荡 而深圳城市创业板指震荡下挫 双双跌超过1% 有分析认为 新年开盘首日受群众国的影响 内地市场仍在调整中 但从历史规律来看 春季行情值得期待 在2024年首个交易日 A股三大指数震荡走弱 截至收盘 户值跌0.43% 深圳城值跌1.29% 创业板值跌1.87% 互生两市全天成交额 7878亿元 整体来看 两市个股涨多跌少 超过2800只个股上涨 新年交易第一天 互生股市是财富整理 虽然大家觉得 没有能够延续 这个节前去年年末的 这样的一个震荡反弹的行情 但整体上来讲 表现相对还比较平稳 主要是对短期上涨的一种 互利回吐 一种消化 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 实际上盘面来看 主要是全中国表现 相对偏弱一点 5000个上市公司当中 仍然有3000家左右 是震荡者强 实际上还是涨多低少 分析认为 2024年A股市场 外部压力减轻是大趋势 但A股盈利端修复 由来与中国经济进一步复苏 以及政策的持续法力 如果说2024年能够在资金引导方面 能够有更大的作为 能够吸引更多的中长线资金的入市 一方面真正体现资本市场的投资性 同时能够供求关系的改变 能够通过对于机油蓝筹这些品种的这种撬动 那么引发这个或者推动行情展开 我觉得这个对投资来说会更加的有利 展望2024年 机构不便认为 随着稳增长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 中国经济延续向好态势 企业业绩迎来边际改善 将会为A股向上行情提供支撑 凤凰卫视讲庄严和超上海报道 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华国人 在节目最后 透过凤凰卫视记者带您一块来看看 同时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 让现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2023年以来 上海逐渐恢复国际邮轮运输 并出台了推进国际邮轮经济高质量 发展行动方案 业内认为 随着国际旅游市场的全面开放 中国邮轮产业有望迎来新的增长机遇 2024年我们基本上可以实现的是 对于2019年运力的 以及邮轮市场的这个程度的 基本全面的恢复 根据北京市从今年1月1号 开始实行的新规 违规电动三四轮车不得上路行驶 不得在道路 广场 停车场等 公共场所停放 也有民众认为 这类交通工具如果在本地完全取缔 对部分人的生活也有影响 或者能不能限制他们 就是给他们说多一些规范 让他们限制他们在哪里行进 让他们就是更遵守一些 他们的交通规则 日本早前公布2051年之前完成飞队的计划 而截至目前东电仅对破损反应堆内部进行远程调查 至今未能启动提取核燃料碎片样本的工作 专家指 福岛飞队工程难度前所未有 日本政府和东电更要努力争取日本国民和都边国家的理解 福島第一の1号機から3号機の状況というのは やっぱりリスクを絡んでいる状況である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 その健全な建屋に比べると地震に対する体制というのは やはり若干下がっている可能性はあると思います